弟弟開車載著媽媽墜海 沒想到媽媽不幸身亡 而弟弟如今也被收押禁見 讓哥哥處理後事 卻是內心無微雜陳 由於黃信駕駛獲救第一時間 向警方公稱 因為不捨媽媽長期失智 受疾病所苦 所以才為兩人一起墜海 但檢警事後卻發現 媽媽沒有失智的就醫紀錄 改醫 殺害直系血清 尊親儲罪偵辦 不過消息傳回鄰居兒裡 還是讓他們相當震驚 根據了解 死亡的待姓婦人有兩名兒子 老大在民間公司上班 老二是海軍保修指揮部 左營支部的事官 從軍十多年 之前表現正常 但出事前曾打電話 跟部隊長官訴苦 雖然部隊立刻向上通報 但仍來不及阻止函事 不過檢警除了發現死亡的待姓婦人 沒有失智就醫紀錄 但也查無家屬欠款 或是罪信有投保紀錄 就連鄰居都提到 他們家庭狀況穩定 因此真正動機也讓外界疑惑 如今一同最海的兒子遭收押後 檢警也將擴大深入調查 並尋找有待姓婦人 曾表達親身念頭的激政 來作為最後起訴兒子的重要關鍵 TVBS新聞趙立合一信 高雄報導